佛陀们亲临认证第30多节枪佛的身份 台湾时报 佛陀们亲临认证第30多节枪佛的身份 香港大雨山山心积聚,人山人海 记者李启聪报导 2014年3月23日 在香港大雨山国际博览馆 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宗教大法会第30多节枪佛级 借新经说真谛 首发是 参加这次大法会的珠山长老 高僧大德来自世界各国 数万人之多 只是机构团体就达28,000多个 大会议程由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持 邀请了二星日月伦大圣德 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录东赞主席光临 他做首席发言 法王单刀直入确定 第30多节枪佛是无可非议的既是加谋尼佛之后唯一的再来佛陀 他在谈话中对几位法师说道 你们有福报啊 遇上了佛陀在世 你们都知道 第30多节枪佛的身份是由世界各大教派的活佛法王们认证的 认证复义有一百多份 你们却不清楚 无论任何认证复义 对认证佛陀的身份来说 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因为佛陀的身份如果要以人为判定来作为确证 那真是笑话 原因很简单 初帝不知二帝是 而何况法王活佛与佛陀相比那是脚下与云端之隔 正如释迦牟尼佛 虽然是白纸黑字 但毕竟是法王活佛做出的人为文正 它能代表真正另外一个世界了如指掌的权杖吗 所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认证 就在这没有效力的情况下 真正具有权杖效力的第30多节枪佛的认证书出现了 陆东赞法王说 那是在2014年单月初 在美国三藏四举行六户法水汇聚法会来加持第30多节枪佛说法的 借心经说真谛 首发式的印章一迷 我和开出人波且等人并没有求佛陀降甘露 也没有资格 没有那个道行能请得了佛陀降甘露 而佛陀师父第30多节枪佛并没有到场 仅凭佛陀师父说法的 借心经说真谛 经典就感召了佛陀们降下三色甘露 以表佛陀师父三身圆满 真实不虚 这才是超人为的诸佛认证 为第30多节枪佛写的佛陀认证书 这佛陀显胜完全是认可 借心经说真谛 是真正佛陀说的法 因此才降下甘露恭贺 如果是菩萨讲的论说 佛陀是不会亲临降下甘露的 当时 龙天护法先行到了 风雷滚动扫电 将尘垢卷席一空 清除得干干净净 刹那佛光五彩 祥云围绕 诸佛驾临 活生生把甘露降下来穿过房顶 穿过水晶波盖 这只是第30多节枪佛说法 在马珠佛海会来了 佛陀还赠送了三色甘露大礼 就是把现在的佛经拿来摆上 无论什么经 念上千百遍 佛陀们也不会降甘露的 因为佛经是阿罗汉尊者们根据记忆回想记录下来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法 而并不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当天 大会会场随时一箱扑鼻 数万人竟然竟无喘息之声 念咒时如雷鸣轰动 欢赞拍掌时如潮水澎湃 欢喜激动 一片祥瑞充盈住整个第30多节枪佛大法会场景 这次参加法会的最高级别的大胜者是二星日月轮的老法王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法王 位居第二的是百法名门黑官则抉择出来的佛土再来人三星须弥伦圣德是正达上人大法师 另外还有三星须弥伦圣德单被人波且 三星须弥伦圣德波迪温图仁波且和三星须弥伦圣德是妙空大法师 正达上人以国际佛教僧弥总会总主持的身份 代表国际佛教僧弥总会欢迎诸山长老和大众的光临 他在发言中说 第30多节枪佛不是空洞的佛陀圣号可以代表的 根据 第30多节枪佛出世法和入世法的成就 已经达到前五股圣可及 真正的佛陀来到这个世界了 那就是 第30多节枪佛 接着 佛际佛教僧弥总会主席 二星须弥伦圣德龙会大法师发言说 第30多节枪佛第一次萎缩佛世界的人们带来了 即圣解脱大手印 即 借新经说真谛等精髓法要 无分派别展显纯正佛教佛法 传授鼎圣成就法 加持功德力之高 无法想象 他还说 我们今天在主席台前挂圣德正就做的圣德们 他们就是亲身经历了的 唯有佛陀清传的至高佛法进行灌顶 能让所有修行人当下正经 如法修行 今生成就 他还引用了第30多节枪佛代声担当罪业 三个月变成八十多岁的老人乡 然后又当下十几分钟烦老回春成为189岁英俊庄严乡的事 来证明佛陀的不可思议 二星须弥伦圣德 西洋人扎西卓马仁波且以英文讲说 他曾经看到第30多节枪佛的衰老形象而产生疑惑 他说 根据显密和五名成就我的师父应该是佛陀 但在他看上去那么苍老和衰弱时 那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但当扎西卓马看到第30多节枪佛请客之间就返老回春 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他忍不住惊呼 我的师父是佛陀 他不是菩萨 这些圣德们一致共同证实了第30多节枪佛是真正的佛陀将士 根据显密元通 妙安五名的成就 确实是从古至今无人能及其向背的 找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来对比 更为惊人的是参观圣祭室的圣物 圣物中有汇聚法水时意外佛陀降下甘露的法波 及四张最宝贵的照片 第一张是20年前所拍的第30多节枪佛的庄严年轻照 第二张是第30多节枪佛看到众生痛苦不堪 发愿担当众生的黑夜 三个月时间把自己痛苦成了80多岁的老人 第三张是当天拍下80多岁的老人相撞之后 再用十几分钟时间当住众人烦恼回春 变成18、9岁的年轻香 重点在于不仅是变年轻 更难以想象的是 其形象之庄严无比 俊美到了毫无缺点 千魂又破的程度 那是天下无双的绝世风姿 英容观斗之香 两相对比之下 20年前穿大师袍的那张香就黯然失色了 记者给依据叫做 回春相貌百媚生 她年帅俊无颜色 难怪龙会法师在讲话中斗胆说是摇摇神经 盈盈仙子也不及羌佛回春相貌之相贝啊 事实就是如此 大会现场播放了一盘未经任何剪接的录像 那是陆东赞法王率领仁波且法师会聚法水时 佛陀们意外降下三色甘露认证 第30多节羌佛及其说法的全程完整实况录像 本次大会的与会者各自都请到了第30多节羌佛说法的 借心经说真谛 宝书 而第30多节羌佛曾说法强调 我确实是回春了 但是用医药法治疗的 我不懂返老回春法 因为我是个惭愧者 慢慢又会无常了 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来给你们献一个返老回春也毫无意义 也是无常性的 而是要真正的把 借心经说真谛 这部书拿回去好好反复学 从中修行十戒悟道 放下我执 无私利益他人 利益众生 那才是真正的乐托无常返老回春与天同寿 我们下期待